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块整石潜刻的人带着痛苦的表情像一个问号 当求生存或求生存而不可得 一场战争无可毙灭 中原肥沃的土地吸引来了怪兽 表情透露着贪婪与凶残 羊已入寿口弱肉强食 匈奴是西汉前期在北方草原上兴起的游牧民族 他们控制着西域 强悍的骑兵与似进犯汉边界 这是令人畏惧的对手 这匹引在石头中的骏马 头上仰 坐视乐器 就像公元前140年的汉朝 16岁的汉武帝刘彻即位 获屈病出生 汉朝刚刚建国62年 像一匹年轻的骏马 要跃上世界的一台 体型粗壮的石人 掐着一只凶猛的野雄 肇事着战争的惊心动魄 跳蹄将军获屈病 在千里大漠中闪电奔袭 六天转战匈奴部落 这位19岁的少年 孤身进入敌人的营帐 一个人却仿佛拥有千军乱马 让帐外四万兵族 八千乱兵威顺大汉 一匹威武的战马 气宇轩凛然难犯 马腹下的凶猛人仰卧在地 右手持剑 左手握弓 垂死争扎却无法动弹 公元前119年 21岁的霍屈病 祭天风里于狼居须山 祭地善里于孤雅山 之后霍屈病 一直打到汉海 也就是今天的俄罗斯贝加尔 经此一役 匈奥远盾 莫南无王体 汉朝 从此可以直面更遥阔的世界 斯瓦千 形容着闪电般存在的生命 直取赛 广和兰 贺奇林 通习国 迷北 闪电耀眼 闪电短暂 公元前1117年 23岁的霍屈病 英年早逝 石雕无声 荒野长吟 这些拙铺 粗广的石刻 不同于后世的写实风格 是汉代艺术的杰作 石不朽 磐石之至永存 一如闪电的生命 在大地上消失的一刻 石头里的生命 浮现出来 一块岩石 刀刀划落 时间在他们身上碰撞 变了 卷颗出的故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